大家好,我是来自lifeforchina.com的员工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属下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寓 首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公寓是有十分宽敞的面积的 而且我做的沙发是房主原本配置的 好,再来看一下房东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像电视一样的像电视音响还有柜子 这所有都是已经配备给你的 再看一下,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这是一个开放的厨房 所有厨房里面的设施房主都已经为你们所提供 看一下 冰箱 电饭包 杯子 厨房的柜子 所有都是房主已经为我们的顾客所提供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抽油烟机 是非常,对住客来说是非常便利的 而且,你看,所有厨房用的用具都已经为了顾客而准备了 为了照顾大家的方便 因为房主已经提供了无线网络 为大致,为顾客所提供了无线网络的服务 好,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主人房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是这间房子主有的特色 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墙画 里面有个一只非常可爱的猫 非常漂亮的画 这是这一间房子的特色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这间公寓的厕所 非常实用的面积 配备了所有 浴室所要具有的东西 你看 洗手盘 牙膏 所有为了我们生活所用的用品 都已经准备好了 再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历室的花沙 历室的浴室 热水器 所有东西都已经为住客 所要住进来了 准备好了 可以,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的主人房 这是一个面积非常充裕的主人房间 空调,桌子,床前灯 已经所有都是为顾客所准备好的 当你觉得苦闷 累的时候 可以坐在这里 喝一杯东西 之类的 大家看一下 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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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就已经房主为我们准备好了 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是 这一间房子的特色 非常舒服 漂亮的一个脚踏 真是这间主人房的一个特色 一样是非常舒服 非常干净的 仔细看一下 这是这间房主 在主人房所贴的壁画 好 OK 现在让我们去看一下 第二个房间 这是主人房以外的第二个房间 首先来看一下 这是非常实用的面积 床铺 墙头的东西 柜子 所有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 每个房子都准备着床头灯 床头柜 这些基本的东西 所有东西 都已经为我们所准备好了 那我们洗完衣服 就可以把衣服晾在外面的阳台 洗衣机是房主为我们所配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衣服洗完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晾在这里 或这里 非常便利的措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房间所配备的衣柜 这是可以用来放置 平常所需要的衣服 或者包包都可以放在里面的 就来看一下 客厅的这张椅子 是非常舒服的一张椅子 这也是房主为租客所准备的 非常舒服的 当你闲暇时光 可以坐在椅子上 看电视听乐 都可以非常舒服的 最后 如果你对这房子 是有兴趣的 可以联络我们 也可以上我们的 the live 或shakinden.com的官网 去浏览我们的公寓信息 里面除了这一间 还有其他很漂亮很大的公寓 你可以从上网得到信息 然后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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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